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马太福音26章第10节到13节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 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将这香膏交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 主耶稣她透过玛利亚 将香膏交在她身上的事情 特别要提醒门徒这一件美事 这件美事第一 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门徒说这些香膏可以卖了 可以给穷人 但是耶稣却说 你们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你们心中不时常有我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 与主耶稣的关系如何 玛利亚为什么要把珍贵的香膏 交在耶稣的身上 可能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因为她爱耶稣 特别是她的弟兄 拉撒洛复活 她感受到耶稣的爱 感受到耶稣的恩典 她充满着感恩 将最珍贵的香膏献给耶稣 第二 更重要的原因是 她是在为耶稣安葬的事情来献上 玛利亚知道 耶稣即将要踏上十字架的道路 她将她最珍贵的香膏献给耶稣 来表明她对耶稣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香膏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东西 可能是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才能 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怎样来使用它呢 玛利亚可以有许多的方式来使用香膏 但是她还是选择将最珍贵的香膏献给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我们是为自己保留 还是愿意向玛利亚全然献上为耶稣所用 第二个她做这件美事 她是尽她所能做的 这些香膏很贵重 可以值三十两银子 相当于当时将近一年的工资 然而玛利亚献上香膏的时候 她在想她能够为耶稣献什么 她终于想到 她可以把她最宝贵 代表她爱情的香膏 所以她就把这个最珍贵的献给耶稣 耶稣所看到的是 她尽她的能力所做的 上帝看人不像我们人看人 上帝看重寡妇的两个小钱 比财主所献上整斗的金子 是更有价值 上帝的价值观 跟我们人不一样 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 玛利亚愿意将自己所有的献上 将她认为最珍贵 最宝贵的献给耶稣 这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用什么心态来侍奉神 做一个基督徒 不是自己的罪得赦免 将来可以进天堂就OK 信耶稣得永生 这永生不是等到我们的肉体生命结束 进入天堂才有 而是在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这个永生就开始 今天我们的世界 在世界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过止上帝儿女的生活 参与在上帝永生国度的服事里 第三 她做这件事是美事 是因为她为耶稣的安葬 来将香膏来献上 玛利亚 她用心听耶稣 所讲得到 她听到耶稣即将要受难 将要被人抓走 要交给外邦人 甚至最后要钉在十字架上 门徒们听到后 都不愿意 这样事情发生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他是基督 要复兴上帝的国 门徒也都用自己的想法 想要倚靠着耶稣 来复兴上帝的国 然而当耶稣说到 自己要受难的事情 玛利亚她静静的听 她能够了解 耶稣来到世上 是要拯救世人 是要上十字架上 所以她就抓住 这样的一个机会 她在想 她能够为耶稣做什么 因此她产生了信心的行动 她抓住了机会 献上最珍贵的香膏 来支持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 来走向十字架的行动 门徒他们的身份地位 并不能够建立 与主心灵契合的那个关系 如同犹大 他虽然是十二门徒之一 但在心灵的相通上 与主耶稣却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今天即便是长老 是牧师的身份 也不一定代表 我们与主有真心感恩契合的关系 但是玛利亚确有 当我们再一次 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愿我们学习玛利亚 能够与神有亲密密合的关系 体会神知道神要做的是什么 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每一天为神做一件美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